各位好我是蘋果爸 這一回分享專屬B會員職場需求解答 這是論壇朋友的需求 它有兩個需求 第一個呢 它希望能透過這個二分之一交定的這個磁磚 分佈到我想要的一個樓板的範圍 放好之後怎麼做操作 這是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呢 它希望說如果說對方的土壤 炸開之後把它分解 它不需要說多餘的物件全部跑出來 你不需要再自己透過手動的去做刪減的動作 是不是可以立即的完成對不對 好那我們第一個專心來拆解 第一個呢 你先把你的尺寸尺寸先畫好 然後把它做二分之一交定的組合 那我組合成一個40x40的區塊呢 我再將它做修剪 最後製作成圖塊 那我這邊使用的技巧呢 我不用Super H啦 其實那個Super H就是我們的陣列 那我就用單純的方法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矩形陣列 你看我現在這邊就可以 依據我要的呢去做個分布 例如說這樣子對不對 你就做更改就好了 可以嗎 所以你把它那個陣列的範圍呢 大於我的樓板範圍 是不是可以瞬間把它做完對不對 那再來這個物件呢 你可以把它做圖塊再做裁切都可以啊 好那我就簡單先示範一下 Copy過來對不對 好那我把它做成圖塊啊 這個呢把它做成圖塊 基準點這個把它剪下來對不對 然後Ctrl-Shot加V貼上變成圖塊 然後我做裁切XC呢 選擇物件Enter 然後呢做個新邊界 再選取聚合線 選起來它就會做裁切 可以沒有選好再一次喔 把它先置於下方 XC 選擇圖塊Enter 好Enter X 然後選擇我們的多邊形 就會做裁切 可是這個也有個缺點啊 你把它炸開之後呢 它會恢復原來的狀態對不對 我希望炸開之後 變成這樣子 我不需要再去做處理 好這是第一個需求先完成 先足以呢做出你的二分之一 膠定的一些需要的尺寸跟尺寸 先把它自己先把它擺好成一個正矩形 好這個XC只是一個概念設計而已 再來就可以透過我們的矩形陣列 好我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怎麼快速做裁切呢 這個我在我們論壇之前都有做過分享 有外掛工具也有圖塊鏈鋼 那這個範例呢 我在圖塊大師呢 也有做一些想解的分享 還有一些進階的技巧 好那我們今天這邊再展示一下 也算是一個圖塊大師的先行預告 好這其實做法沒有太過難 我使用預設功能喔 好第一個呢 請你向這個範圍呢 右鍵呢 你把它複製起來 剪貼步做複製 好我們切換到配置空間 好這個既有的四步呢 請你把它做刪除 刪掉 好那Ctrl鍵加V呢 把它做貼上我們剛剛的樓板範圍對不對 貼上來 OK 貼上來之後呢 在做什麼 好使用這個指令喔 附著VPORTS Enter 那這邊有個 我們將多邊形呢 轉成四步 你可以選擇O物件 選擇要裁切四步的物件 它會自動轉換 好轉換完畢之後呢 好把它放大一點 進去裡面 好那再使用 這個指令 輸入O物件 選擇我們剛剛那個多邊形的 這個 樓板範圍 Enter 它會讓它置中 置中之後呢 我們將它賦予為1比1的 好 四步比例 好這邊再點兩下出來 那是不是就已經裁切好了 那我們透過四步的側性呢 幫我們做裁切 那外面東西看不到呢 它就會把它捨棄掉 好那最後最重要的一步呢 這個地方呢 按右鍵 跟它說我要將配置揮出為模型 儲存 好它如果你是否要開啟呢 把它開啟就好啦 開啟之後呢 就完成 這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圖塊 你看 你把它炸開之後呢 它不會將多餘的部分呢 顯示出來 因為它透過四步的裁切的特性 這算是一個技巧使用 所以你CtrlC把它複製回來之後呢 你回來你的原始的圖面呢 就可以直接做利用 做使用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方法 你把它炸開 它就會恢復原狀 那我希望 它不要恢復原狀 它幫我多餘的把我做裁切 OK 以上呢是專屬幣 會員朋友的一個職場的工作作業需求 那由我這邊來量身定做 製造我所理解的技巧解答 不知道可不可以符合它的需求 它可以留言跟我說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有16週年的活動 現在加入專屬幣有優惠喔 如果你有需要 Olocker顧問呢 幫您收集的 讀塊資源啊 或PDF相關文件 甚至於程式 我一直在做更新 那你想要聘請我 當你的線上專屬顧問 你可以考慮 加入我們的專屬 PDF會員呢 由我來替你的職場需求呢 做一個量身定做的解答 好我是蘋果爸 如果覺得今天影片呢 對你有幫助 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好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